这是一座海上孤岛 表面上看去并没有神奇之处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 在那些神秘的树林背后 潜藏着成千上万条毒蛇 它们静止时 仿佛就像一根树狮 一旦出击 猎物则无处逃避 一个但凡小岛 为何成为蛇的王国 深入危机重重的蛇岛 穿越蛇岛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大梁附近有一座孤岛 这里没有淡水 海水曾经多次险些将其全部淹没 然而这里也并非是一片死鸡 一个种类的毒蛇在这是大量的繁衍 为什么其他种类的脊椎动物都在这灭绝了 唯独这个种类的毒蛇却生存下来了 这儿没有老鼠 青蛙 鸡 兔子等等这些小动物 那这些蛇吃什么 它们又来自哪儿了 今天的地理中国为你探秘一座 神秘而神奇的群蛇之道 秋季的一天 得知有考察队正在蛇岛上进行科考后 我们设置组决定登上这座神秘的小岛 蛇岛位于大连市旅顺口渤海海湾中 距离最近的陆地只有七海里 在大海上飘荡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终于看见了蛇岛 由于蛇岛全是荒地 更缺乏淡水 我们特意给考察队带来了蔬菜等估计 这个调查组由当地的蛇类研究专家组成 据说这是自蛇岛发现以来的 第三次大规模科学考察 在大连附近 一共吞布着二百多个孤岛 只有这里形成了一个毒蛇的王国 科学家一直在寻找其中的原因 为什么在一座孤岛上 浮现单一物种密集分布的奇观 这里的草丛里 密林间 岩石下 到底隐藏着多少条蛇 对毒蛇的恐惧与担忧 是我们这次调查活动的最大障碍 不过和毒蛇打了二十年交道的李建立提醒我们 被毒蛇咬到后 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 越紧张 心跳越快 毒素的扩散也就越快 生命就会有危险 蛇岛面积0.72平方千米 工作人员为了便于开展调查 把它分为六个区域 每一个区域被称为一沟 其中 位于岛最北边的六沟 是岛上毒蛇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 要调查岛上毒蛇的数量和性质 我们决定就去那里 去六沟要穿越整个蛇岛 蛇岛的密林中根本就没有路 穿着这肥大的防护服行走其中 步履艰难 但是最让人不安的 还是隐藏在这密林中的毒蛇 岛上的毒蛇属于剧毒的腹蛇 它每口能排放出一百毫克的毒量 就这一百毫克足以置人于死地 而且毒蛇锋利的牙齿 足以咬破我们身上的防护服 岛上蛇的分布呈随机分布 密林中的毒蛇相对少些 当我们安全走出密林时 一个毒蛇的世界向我们打开了大门 小蛇 这呢 哇 这是在六沟看到的 咱们刚才看到的 钥匙 这钥匙已经挺大的了 颜色完全跟这个树枝一样 因为它是热感应 所以它们可能看不见我们 这咱们钻了半天林子看见的第一条蛇 对 这里并非我们想象的遍地毒蛇 但是不经意间 总会与它们相遇 岛上的一切秘密 都与蛇的数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那么 这个蛇类王国 究竟埋伏着多少条蛇呢 关于这个问题 存在许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岛上有五十多万条蛇 也有人说 最多不会超过一万条 但是 谁也没有可能 把岛上所有的蛇都找遍 目前生物学界普遍采用了一种标记方法 来估算某一区域内的动物种群数量 这种方法试图发现在随机状态下 人们遭遇的动物数目 占动物总量的比率 根据这个比率 人们能够反推出动物种群的大致总量 你这么给它画一下 画一下 做一下标记 等一个星期之后呢 我们再过来再重谱一次 看看标记的有多少 内标的有多少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计算它的那个重谱率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 不过 毒蛇似乎知道这些调查者并无恶意 它们的配合 使得这样的行动有惊无险 第一次上岛 岛上毒蛇的温顺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下山途中 我们不禁有了触摸它的强法 它这除了红色好像 别碰过来了 没关系 别碰 它刚吐信了 吃脑的时候其实还挺温顺的 这蛇还挺粗的 对 其实 只要是说 别离它太近 碰碰这个应该没事 一碰它也能听到 对它能感觉到 在后来和专家回放这个镜头时 专家说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因为在20厘米范围内 毒蛇完全能感知我们手指的存在 如果蛇出击 估计我们就再劫难逃 第一次的调查 以我们安全下岛告终 根据李建立在蛇岛多年的经验 和他近期的调查 他估计 岛上大约有蛇两万条 两万条蛇分布在这个 面积只有0.72平方千米的小岛上 蛇岛蛇的密度分布之高 真是前所未有 眼前的蛇岛 无疑是个生物界的奇迹 为什么这个小孤岛能成为蛇的王国 要知道在整个大连海域 这样的孤岛就有二百多个 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岛 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 调查仍在继续 要想解开小岛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毒蛇 再次繁衍生息的秘密 我们首先想到了蛇的食物问题 因为要维持两万条毒蛇的生存和繁衍 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数量更为惊人的食物来源 根据我们对陆地蛇的了解 蛇喜欢吃青蛙和老鼠 岛上没有淡水分布 这就排除了青蛙分布的可能性 但是这里是否会有老鼠活动呢 我们回想起在六沟确实发现了一些线索 发现老鼠的粪便 证明岛上有老鼠 在陆地上 蛇被称为老鼠的天敌 看来老鼠应该是我们解开食物之谜的答案 根据老鼠大都喜欢在晚上活动的习性 为了弄清岛上的老鼠的种类和数量 我们决定晚上追踪老鼠的行踪 希望从此揭开毒蛇的食物之谜 在找了几圈后 我们终于在海边的礁石边看到了它们 专家们发现 岛上的老鼠都是荷家鼠 这是一种以植物种子和海洋生物为生的动物 它的名字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为什么在这个无人的荒岛上 会出现半人而生的家属呢 专家告诉我们 其实是人类的登岛 把陆地上的鹤家鼠带到了这里 这说明在人没有到来之前 岛上根本没有鹤家鼠 专家对鹤家鼠的数量也做过大致统计 大约在一千只左右 仅仅一千只鹤家鼠的数量 远远满足不了两万条蛇的需要 那么岛上的蛇到底靠什么为生呢 当我们在地面上为蛇的食物问题苦苦追究时 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 天空 看见空中的飞鸟 我们意识到 这里绝非是我们想象的封闭生态环境 那就是这里可能拥有一个立体的生态系统 那么蛇岛上的蛇 是否具有捕捉飞鸟的能力呢 它们静静守候在枝头 一动不动的拟态 是否与它们捕食习性有关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决定明天守住带兔 等待一条蛇调查它的捕食情况 清晨 我们找到一个光线效果不错的地方 观察蛇的活动 我们到的时候 岛上的蛇已经盘踞在自己的枝头上 岛上专家告诉我们 这些蛇经常在早晨四五点的时候就上树了 而且年年碎碎 它们每条蛇所在的位置几乎是固定的 一生独守一个枝头 这份坚持让我们感到惊讶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等待了足足四个小时后 我们有些不耐烦 专家告诉我们 对于平均一年只捕六至八只鸟的蛇来说 有的时候整天 整月 甚至整个季度 不能捕到一只鸟 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山间的小鸟可能不会知道 即使它们有天然的伪装色 仍有危险在潜伏着 在苦苦等待了几个小时后 我们有些失去耐心 正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惊心动魄的一刻发生了 一瞬间 一只绣眼被蛇咬到了 绣眼对于岛上毒蛇来说 是它们吃到的比较小的鸟 岛上蛇最大能吃下鸮蠢 专家同时介绍 一条蛇一般会记住 它们第一次成功捕食的枝头 它一生大都会以这个枝头 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捕食地点 二十分钟后 这条蛇才享受完 它的这顿美餐 在岛上 我们看到了蛇捕鸟的全过程 但从维持一条蛇 正常生理周期的要求来看 一条蛇一般每年要吃六只八只鸟 岛上两万条蛇 就需要十二万只左右的鸟 那么在这里 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来源呢 专家通过分析 东亚地区候鸟迁徙路线 发现渤海海峡 正好位于亚洲东部 候鸟迁徙最近的通道 比起小型候鸟 无力一次飞越上百公里的渤海海峡 因此 渤海湾中的岛礁 成为小型候鸟歇息停留的中转站 蛇岛恰好处于渤海湾中 那些中途停留的候鸟 就这样成为了富蛇的飞来食物 由此可见 大规模的候鸟迁徙 给岛上的蛇类提供了 源源不绝的食物来源 这也许是富蛇 在此能够大量繁衍的原因 但是 这也许是一个不完整的解释 因为 我们发现在候鸟迁徙路线上 有大大小小二百多座岛屿 为什么其他地方 没有形成蛇类的大量分布呢 李建立告诉我们 蛇岛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就是 蛇岛具有独特的石缝构造 为了让我们弄清楚 石缝对蛇生存的重要性 李建立决定亲自带我们去看看 在随处是蛇的蛇岛上 找蛇的洞穴并不是件难事 穿过一片秘密后 我们在一片阴暗潮湿地 就发现了一个 什么蛇洞啊 上山的话 如果要找蛇洞穴的话 你就闻蛇的这种嗅腺味 你现在知道这嗅腺味什么味了 完了你就闻这种味 就很快能找到蛇的洞穴 这个越洞一般有几条蛇的啊 它越洞的时候有二三四条在一起 这个越洞是不是洞穴对蛇 越洞非常重要 这个 对是 越洞的洞穴如果它找不好的话 就容易冻死 它一般是要沾到洞穴底下多少米 大概像蛇岛这个气候 在800以下 800毫米以下 它有能保证它的温度 它的越洞的温度啊 一般呢 必须说在零上 零上两度到四度左右 比较合适 天然的石缝 或者说老鼠洞 作为它越洞场所 这洞届可能对蛇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也是蛇岛能形成这个蛇的芒果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蛇岛在形成过程中 正好处于褶皱带上 这造成了蛇岛地质裂缝的大量存在 在调查中 我们在不断地感慨蛇岛的天造地设 得天不耗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蛇岛上的主人公 他们到底来自何方 我们在岛上确实看见过 褶蛇在水池里游泳的画面 它们会不会是从陆地那边游泳过来的呢 李建立否定了我们的猜想 他说除了水蛇外 其他种类的蛇不能长距离地游泳 李建立认为 岛上的褶蛇是从陆地爬行过来的 那个时候 眼前这片海水干涸了 小岛和陆地连接在一起 专家的说法并不能让我们信服 因为今天的蛇岛附蛇和陆地的附蛇 已经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验证李建立的说法 我们试图把蛇岛上的附蛇 和陆地上的附蛇进行对比 我们回想起 在登蛇岛之前 曾经去过了蛇岛老铁山自然博物馆 在那里我们设置组与一条无独的青蛇 有过一次亲密的接触 在那次博物馆之行中 我们还得到了几张生活在陆地上的 岩漆附蛇的照片 岩漆附蛇是目前认定 与蛇岛附蛇最亲近的物种 在照片中 今天我们一眼能看出 蛇岛附蛇和岩漆附蛇的不同 岩漆附蛇 体呈红褐色 而蛇岛附蛇 体呈灰褐色 为什么同属一个物种 会形成两种不同的颜色呢 在博物馆的调查中 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陆地上的岩漆附蛇 以陆地小生物为食物 这个信息提醒我们 蛇岛附蛇捕捉飞鸟的能力 也是它与岩漆附蛇的不同之处 这可能是在海岛封闭环境中 后来逐渐形成的特殊生存策略 我们突然意识到 那些我们曾经无法理解的问题 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 离开陆地的这些附蛇 由原来的红褐色 变成了灰褐色 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伪装色 联想到我们在蛇岛上的考察 如果不细心 我们很可能把它当成一段树枝 在博物馆中 我们看见的附蛇 十分警觉 极具进攻性 但是蛇岛附蛇 却异常的安静 我们原本以为 这是它温顺的表现 其实 它几个小时保持一个固定的姿态 是为了出击 从它面前掠过的每一个猎物 原本是匍匐在大地的动物 却能够战胜空中的飞鸟 这种超长的能力 令人难以想象 造成这个奇迹出现的原因 恰恰在于 孤岛环境几乎不能提供任何资源 支持动物的生存 在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竞争中 蛇岛附蛇逐渐发展形成了 一种高超的捕鸟能力 这种能力 使它成为这座孤岛唯一的幸存者 几天的调查结束了 虽然我们不能复原漫长的自然演变过程 但是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其中的片段 几百万年前 当最大的一次海清铺天盖地的袭来的时候 蛇岛上的腹蛇被围困在只有六十米高的小山上 那时候岛上没有食物 没有淡水 其他生物相继死去 整个小岛渐渐陷入死亡的沉降 只有来自陆地的腹蛇 坚持地生存了下来 为了生存 它们开始习惯只以鸟类为生 为了生存 它们学会了在春秋两季 起早餐飞的等待 为了生存 它们掌握了在一瞬间捕捉飞鸟的能力 在这与恶劣环境的斗争与妥协间 蛇岛覆舌完成了自己的性格 它们坚韧冷静与智慧 它们深谙等待与出击的关系 学会了如何保存体力 又如何在一瞬间把握机会 这一切对生存者来说至关重要 一个孤岛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屡遭变化和浩劫 最终只有蛇岛覆舌成为了这里唯一的生存者 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之下 我们不知道这些毒蛇到底经历过怎样痛苦的改变 但我们看到了他们涅槃后的重生 在与自然的适应和斗争当中 胜利者没有寻找 而失败者就意味着灭亡 蛇岛的故事不但是地理环境变化的故事 更是生存者的故事 于是在1979年的这群坚强 而独特的蛇类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叫蛇岛覆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二十年前 邯郸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一条石龙破土而出 卡死小石头 可是你跟我一会有不想死 石龙现身引来诸多猜测 是人为修建还是自然形成 卡的就是想个龙 不想认证不造这个龙业 石龙又为何深埋地下多年 石龙遗岸地理中国 下期播出